我们以后可以不要孩子吗 为什么不要孩子啊 每个人都有小孩子呀 你也喜欢小孩子 小孩子这么可爱 那如果我就是不想要呢 我突然不想要呢 那你会怎么样 那我就慢慢说服你想要 说到你想要为止 假如我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 有一个孩子的话 那你会怎么样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你这个问题我真没想过 你现在想一想 那如果 你真的要不了那就不要了呗 你不算很想要小孩子吗 那没办法 那你都要不了了 那我总不能逼你吧 是不是 那你还会给我过下去吗 那肯定会呀 而且 最重要的是 你和小孩 这两个选项 你也有什么孩子都不会呀 那这样子我们 以后的家庭就不完整了 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事情有好的一面吧 你想想 要是以后 我们要不了孩子 就我们两个是吧 我们老了就没有 没有那种压力 没有就是后步之忧啊 然后 也不会因为教育的问题 而吵架 然后我们就可以 一直过二人世界 一直都捏到了 太适合了 那就这样吧 那我们就一直两个人 等一下 你干嘛突然这样问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 你不用不要这样试探我哦 我没有瞒着你的 我真的没有瞒着你 你有什么你直接跟我说 我真的没关系啊 那重要的是你身体 不要有事情就行啊 没有 我真的没事 走 我没事啦 你骗我哦 我只是想聊个天 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你的态度而已